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 本來春天應該是喜喜揚揚的日子 正常春天的時候 可能會去Home Depot 買一些準備門口 種花 大家不用怕 雖然我坐在車上 可以脫安全帶 後面我拍定了 我拍了一個車位 想拍一條影片 大家現在沒有東西看 所以我打算每天跟大家聊聊天 昨天去萬錦 有個朋友給他做 是一間珠寶店 他突然有訊息我 他說我決定不開了 最近都是命仔要緊 去到這個萬錦廣場都很悲情 其實我相信現在身邊所有人都很灰 很不開心 沒什麼球都沒得看 那些疫情發展 再封關 譬如今天這樣 加州又說尼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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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很厲害 因為在兩天內就出現了 所以 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 凡事都有兩面 當我世界這樣停下來 很恐怖 很悶 不知做什麼 但是 其實這個時候 不如想一想 疫情過了之後 我們會怎樣 或者有沒有一些事情 你從來都想做 想學 或者 你身邊有些人 你經常都想 花點時間去找他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要站在一起 譬如我昨天見到 有個網友 Sparashen 走著捐血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另外就是 有些朋友 譬如說 他自己的小朋友生日 本來打算這個weekend搞生日會 但又不可以聚集 他就說不如這樣 所有他認識的朋友 都發出一張生日蛋糕照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總之我現在所說 既然整個北美洲去到這個境界 大家真的要聽話 大家真的要注重這個人際距離 因為 其實lockdown我們只有一次機會 這些風關風城風國 只有一次機會 因為 如果服市之後 東西再來的話 市場經濟是不可能承受第二次的 所以 希望大家盡量壓抑他 數字出來是很恐怖的 但是 英文有句話我很喜歡 就叫 It gets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 一定會越來越差 才會變得越來越好 無論你怎樣看 中國政府的處理手法都好 但事實上 他向全球的人類做了一個示範 就是不要說我的頭 不要說一開始 疫情出現的時候處理方法 但起碼他證明了 只要萬眾一心的話 經過一段時間 是可以有效地壓制的 現在中國最害怕的 反而就是境外入境傳染 在全世界的航運都接近停止的情況之下 相信情況也是可以壓制和控制的 希望每天都拍一段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內心世界 最後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 今次這件事 一定會過的 但是過的時間要多久 就要看大家 有多少努力 花了多少時間 去做這件事 希望大家攜手 還有 其實我的頻道 以前拍了一些旅遊片 都蠻好看的 大家不妨 既然現在沒有東西看 不妨就上我的頻道 看看 還有記得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因為我都想建立更多的BASE 等有些話想說的時候可以看到 好 所以在影片的右下角 有個鈴鐺 有個鈴鐺 麻煩你 Subscribe 還有 如果你知道有些朋友 是喜歡聽我說話的 就分享給他 希望每天可以跟你說五分鐘話 OK 就這樣 拜拜